正在花蓮旅行的遊客要注意了 受到颱風影響 5號台鐵東不干線部分停駛 往南無列車可搭 往北則是得碰碰運氣等等區間車 不少訂票或是準備搭車的旅客 一早到了車站卻發現沒車可搭 或是只能等待區間車發車 那只有一般區間就有拍了 我到宜蘭 我也還好 心情不要壞就好了 花蓮往宜蘭台北的部分 對號列車全面停駛 那區間車我們是風雨情況 機動的形式 那花蓮往台東還有南無線 各級列車 包括對號列車 對號列車區間車全面停駛 站長也耐心的 跟要往高雄襲擊南無線的旅客解釋 雖然花蓮風雨不大 但暴風圈還在南部 花蓮也能在影響範圍 也會依據中央氣象署 主動的一個資訊 那再配合我們在地 再評估它的風雨狀況 那通車之前我們還要做一個路行 還有那個電車線的行程 台鐵行駛 原本旅客可以考慮搭乘國道客運 北上宜蘭台北 但因為花蓮縣五號 宣布停班停課 因此國道客運也休息 不過為了安全起見 旅客只能耐心等待 原始新聞一故柔柔 把號柔柔 花蓮縣財寶報導